哈喽兄弟们 我是刘哥 今天咱们直接来拆三款产品 分别是这个某个不知名的安全帽的衣灰 还有这个神斗士阿鲁贝利西 最后这个SHF特利加奥特曼 为什么直接三款产品一起呢 主要是因为等一会儿我要去厦门出差了 没有时间给你们分成三期视频 而且呢一期看个爽不好吗 怎么样 牛逼吧 首先我们先来开一下这个SHF特利加奥特曼 这款产品我是238块钱吃线啊 发现吃线的价格跟预定差不多 可见这款产品的货量真的是非常大 另外本期视频呢就用这款产品来作为抽奖的奖品 具体抽奖方式在动态上面 希望兄弟们踊跃的来参加 也多多给我点赞支援一波啦 另外你们还想看什么奥特曼 也可以弹幕告诉我一下 我感觉最近没有奥特曼可以买了 好那么外包装盒兄弟们也看了 360速度旋转了非常薄的一盒 打开来看看 238块钱 里面的内容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天呐这也太清康寡水了 主体一个四对替换手型 还有一个红色计时器 没了啥都没了 剩下的光线啊各种东西 全部都是绑在别人的身上了 看在你238块钱的份上 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就是买一个主体了 来咱们先把特利加 这个号称令和迪加的家伙 给拿出来 护膜撕开 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颜值方面 兄弟们满分十分的话 会打几分的大幕走一步啊 很多人说特利加这一次 好像身形比例做的不太好 我自己拿到实物之后 感觉还可以啊 其实颜值方面我觉得还不错啊 它既保留了迪加的一些配色 然后呢又加入了大量的 像铠甲纹理的这种细节 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细节方面来看一下这个头雕 做的还是非常的精细的涂装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额头位置一个透明零件 也很精细 那么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窥视孔是在上面 不是下面了 所以说感觉有点像是画了一个眼线的样子啊 那么头部的可动性 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低着头 嗯 自己胸头的味道好香啊 那么抬头的角度不算很大了 侧头还是OK的 来看一下这个胸甲的位置 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 然后这块呢是一个软胶的材质 所以说掰可动的时候是不用担心 有太大的干涉的 只不过这边这个是合模线吗 反正有一条线过去啊 这个显得有一点点扣分啊 然后呢 后方这边也是一样的嘛 有一条线过去 但其他的我觉得还可以了 对吧 整体这一次 我刚想说还可以啊 这个 这个SHF 这个都是正常的做工啊 反正你想要一丁点的这个瑕疵 都没有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反正能做成这样子 我觉得只要不像上一次 真骨雕迪迦那样子 那么容易掉漆啊 就很不错了 来看一下手臂部分 刚才已经说了 你看 这边是一个软胶 所以说平台还能够超过90度呢 往前活动范围也是挺大的 360度旋转 手肘位置360度旋转 手肘弯曲 腰部上下左右的活动 下半身 大腿位置可以往下拉一点 那么前踢超过90度 后踢也有80度了 侧踢方面也接近90度了 大腿位置旋转 OK 膝盖弯曲 脚步接地 左右 脚尖位置 垂地 pose 摆得还算轻松自在啊 整体来说 可动性我还是满意的 这边拿出真骨雕的迪迦放在一起 不得不说还是非常的和谐啊 总之这款特利家 我感觉200出头的价格 你对它也不可能抱有太高的期望 比较适合于那种刚刚入坑 想要尝一尝 SHF奥特曼到底咋样的迷友 你们尝一尝看 反正200多块钱啊 买一个不会亏的 第二个我们来拆一下这个某家不知名的安全帽的衣灰EX版本的 兄弟们懂的都懂啊 反正我这边不方便透露 哈哈 好吧 那么这边拆开来看一下里面就是素体了 这边里面不用猜 肯定就是圣衣的部分 哎 好了 不废话 直接人形着装吧 好 经过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拼装吧 这个安全帽版本的EX素体的衣灰 咱们就已经拼装完成了 反正质感方面还算是不错啊 基本上除了手甲跟头盔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金属啊 然后那素体也是相当的紧实的 我这边简单摆个pose 大概就这样子 现在我们让这款衣灰归到他该在的位置上面 站好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加上前面的四款 我又集齐了一个系列的吴小强啊 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兄弟们也简单看一下吧 这边五位成员 我全部都摆了一个呐喊的表情 对不对 这次我就是想要走这个风格 pose摆的都是比较简单一点 还不错吧兄弟们 那么最后我们来开一下这款EX神斗士阿鲁贝利奇 很多朋友说刘哥你是不是放弃圣银神话了 没有没有 那没心情那怎么办嘛 对不对 我这边 哎 哦 已经打开了 不好意思 我刚才打开来了 就是没有心情我能够怎么办呢 对不对 来打开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了 820块钱吃的一个线 好像预定价格都不要 800 嗯 怎么回事 你的这个肚子上面怎么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呢 那么两层了 你看这个底下就是神斗衣的支架的部分了 然后各种的水晶啊 这个神斗衣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啊 然后这边呢就是各种的神斗衣的部件以及素体 来看一下面调部分啊 呦 刻画的还挺帅的 这个嘴唇 这个眼睛真的是好非主流啊 另外还有四张的替换脸 这个是比较轻脸的笑啊 这个是有点呲牙的 然后这个是呐喊 这个是闭眼的这种笑 呃 首先这个部分呢就是拼一个人形了 头盔 肩甲 胸甲 然后呢这边是他的裙甲 但是裙甲是颠倒过来啊 你看这边是后裙甲 然后两边的侧裙甲给他掰开 这边是两个小手甲 护着他的腰 嘿好奸诈啊 腰部都要护着 然后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是一个透明的 也不是透明了 好像有点像是那种透明白色的那种 骷髅头的那种细节 很酷啊 然后这边是他的底座了 这个就很明显了 你看两个小腿甲 两个手臂甲 然后呢两个大腿甲 以及两个膝盖甲 一左一右 然后加上刚才拆下来两个侧裙甲 就是这么的简单 把它拼成了这样子 比较零零散散的 像是各种水晶插上去的这种感觉啊 然后后面的这个水晶啊 包括这个是一把剑插在这里 那感觉过去不错 来说完了 咱们就直接把它插上去 看看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好的 来兄弟们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拿在手上的 这个感觉啊 其实你看 这个神斗衣的形态 我觉得摆起来也是挺漂亮的 真的是蛮有感觉啊 虽然说他很零散啊 但是你看这边 插在这种骷髅头的这个眼睛里面啊 真的是特别的邪恶 也非常符合阿鲁贝利西 这个人很奸诈的那种感觉 他本身实力其实真的不咋地啊 当然在动画里面 真的是各种的手段 各种的奸诈 小刀手看的 真的把我快气炸了 这个感觉我还是挺喜欢的 对不对 好了那么神斗衣的形态呢 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拼装他的人形了 好的兄弟们 现在呢正式开始人形的着装啊 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呢 跟刚才那段已经隔了两天的时间 没有错 我这边因为来不及了 赶着去出差啊 所以说呢 已经去了两天的厦门 现在已经回来了 继续吧 后面没拍完的部分给拍完啊 这个就是我工作的一个性质啊 那好久没跟大家闲聊了 趁此机会呢 跟大家 兄弟们 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啊 就是 我很有可能啊 不出意外的话 我可能就 明年我就会离职了啊 就辞职了不干了 就是 干到过年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呃 这个 想法呢 已经想了一段时间了 其实也挺无奈的 为什么会想着本职工作离职呢 主要是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原因啊 效益非常的不好 然后呢 我的收入啊 我的业绩啊 直接腰斩 我的收入现在大不如前 只是以前的一半了 然后这种情况呢 可能短时间内 就是两三年之内 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改观啊 哪怕是 你们会发现我 呃 从今年开始 我动不动就说 哎呀 我去长沙出差了 我去怎么样了 这个公司也是看到了业绩下滑很厉害 所以说呢 给我安排了新的市场 但是 现在整体的市场都不景气 哪怕去了湖南 也差不多 都是没钱没钱 没经费没经费 现在紧张 然后呢 去个学校啊 也是麻烦的要死 还得 这个各种的这个核酸检测啊 各种的预约啊 审核啊 毕竟没有办法嘛 学校是很严谨的一个地方啊 你不能乱进去的 其实就导致现在这个 我这个本职工作已经 到了一种可能没有办法 很好做下去的一个地步了 然后现在这种大量的出差啊 一去就待个十天半个月的 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了 我如果是二十几岁的年纪啊 小年轻的时候 我可能还受得了 现在你说我这个有小孩的人了 然后呢 还要这样大量的出差 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啊 而且说句实在话 这个其实对我拍视频也很大的影响 对不对 你们经常会发现 我在酒店里面拍 那酒店里拍的效果能好吗 对吧 所以说就各方面的影响 就各 我就觉得 现在是做这工作 好难受 好累啊 就觉得这么大的岁数了 还得出去 去跟小年轻一样的这种 在外地 然后呢 去拼去闯的 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 然后呢 再加上工资也越来越低 就是费了老鼻子劲 收入呢 还大不如前 这种感觉心理落差是非常大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视频的收入 其实 最近这两三年提升的是非常大 这个我要老实跟大家讲 兄弟们也看得出来了 所以说呢 我就在想 就是说 现在我视频的收入 已经比我的本职工作要高了 那么我到底是选择 继续做本职工作 做得很痛苦呢 还是说 做我的这个 视频这块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的 两者兼顾嘛 这样子我两个 工资我都能拿 那是最爽的 但是呢 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的 两个都兼顾 意味着我两个都做不好 这个大家也都想得明白 对吧 这个前发啊 最好还是要拆下来 比较好装 这样子的话呢 没有脸挡住 它就可以利用塑料的韧性了 好 那顺便来看一下 我个人是选了这张脸 其实还有那张什么 轻脸的笑啊 什么也都不错了 但是我为了选这张脸 等一下 想要拿它的武器 就是那把剑 来 呃 先拼好了 先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这把剑啊 这把剑 水晶之剑 很漂亮对吧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还加了这个火焰特效剑 我感觉这个火焰特效剑啊 特别漂亮 哎 装错了 应该是这里 应该是这样子装进去 对吧 你看 这个火焰特效剑 特别的精致啊 不是那种特别肉的 你看 一装上去完全就不一样了 这边我拿上了颜值剑 摆了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pose啊 嗯 这个造型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那至于神斗衣上面的一些颜色 因为基本上都是金属部件嘛 也没有什么副甲这些塑料件 没什么色差 所以说外观颜值方面 我觉得这一次EX阿鲁贝利西 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但是价格真的是挺贵啊 兄弟们 你们觉得如何呢 大幕告诉我一下啦 最后 把今天介绍的三款产品 全部都拿出来做一个结尾啊 这一期大乱顿 不知道兄弟们看的感觉如何呢 也跟你们说了一些心里话 反正我个人是挺爽挺解压的 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 也给大幕说一说啊 OK 那么兄弟们 也别忘记了本期视频 有抽奖福利 多来参加参加啦 也给我视频多多点赞啦 兄弟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